恭喜發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 是大年初一 2022年2月1日 也是大年初一 今天 錄節目 之前 盡量也不罵人 說一些好說話 昨晚我們 跟家人去吃 團煉飯 吃完回來 大昏迷 可能真的太累了 近一年 每日都是斷斷續續續續續續 gia 強烈 在近幾個月搬到倫敦後 每日都不能睡超而三個小時 發現每次 兩三個小時就醒了 兩三個小時就醒了 躺擦之後 很多時候也睡不著 反而在椅子想要做節目 因為會常在睡覺 大家看到 Twisting的時間很不雅提 有時早上12點也沒有節目上 有時就很早上 很早上那時我們還沒睡 即是早上8點半 早晨財經 早晨新聞 那時我們其實是 錄音的 還沒睡的 因為 8點就是我們凌晨 我們剛好凌晨12點 很多時候就是 吃完飯之後 看看新聞 看看材料 看看有用的資訊 不過 昨天真的 可能真的太累了 結果很好睡 一覺就睡到今天早上6點 6點其實 如果我要再睡也能夠睡下去 但我覺得應該很晚了 起碼要上一些節目 這節本來沒有想過 因為昨天我只寫了一節標題 不知道會不會 看看一會兒有甚麼突發的東西 如果有的話就再跟大家說 其實這一節主要想跟大家拜一拜年 其實 我們節目 錄了那麼久 我從2014年開始 就開始做節目 當時 就是在花心台做的 有位跟我們已經翻了面子的朋友 其實當時很小事 其實沒有需要翻面子 但是也沒有辦法 始終過了去的事情 我們到了16年 我們自己出來做節目 當初也是換票性質 其實只是想著玩一個星期來錄一節節目 也沒有想著要賺甚麼錢 當時也有工作要做 然後 到了17年 我就 上面有些生意 回到上去有些生意做 變成了香港 其實節目也是 相對擴闊了 因為有回到大陸 但是 政治方面是沒有甚麼理會的 到了18年 開始 1819 開始 做回好一點 直到 19年的時代革命爆發 其實呢 徹底改變了很多香港人 包括改變了我和Johnny 當時我們一直都以來 為甚麼一直都不出樣子 因為 其實我們當時在香港 我們覺得我們也要做生意 如果你出了樣子 出了名字 你知道很多人在周圍認得你 不是那麼好 當時Johnny 在迷迷 只是 出過兩、三次鏡子 在街上已經被人認得 然後又被人拍照 在地址上被人拍照 然後又被人拍照 然後又被人拍照 我們很怕這些東西 很怕周圍被人認得 所以 我們選擇 是不出樣子 其實當時不出樣子也有 因為我們曾經也出過一、兩次樣子 那時候 乘地鐵有人看我們 然後有時乘的士 當然不是經常 但有一次是乘的士 當時是革命期間 我們晚上 去 九龍城那邊 吃宵夜 其實搞到兩點 那時候 每晚都四點才睡 那樣 的士司機就問過了 認到聲音 很多時候 我們在星光行 那晚都不怕 反正撤出了 那時候我們在星光行 租了office錄音 那時候 十幾天也是他 這麼熟悉面的也是你 那麼其實 當然 遇到聽眾 當然是開心的 不過我們一直以來都不出樣子 因為我們要做的事 我們知道自己做的事 不可以 那麼公開 不可以那麼曝光 所以我們也是盡量 低調 有一次 我們在示威現場 幫忙做一些事 然後我們一說 給一個年青人聽到 你們是不是升旗認得到 哇 嚇死了 即時被人認得到 當時不是那麼方便 你也知道 示威現場在做的事 所以我們更加 都要 隱藏自己的身份 因為 始終害怕出事 好了 結果 這個可能真的是 預防了那麼多年 我們一直都堅持不出 起碼我們當年 2020年的7月 離開香港的時候 沒有遇到甚麼困難 沒有遇到甚麼阻滯 其實真的很害怕 因為當時的親一 就有個年青人 刺傷了警察 過了幾天之後 他就好像第二天還是第三天 買機票上飛機 在飛機臨起飛之前 被人捉回來 當時我們很害怕 不知道會不會是 我們也是這樣呢 所以 成功起飛了 我們才放下心頭大石 因為 畢竟我們當時也在香港 做了很多很多事 不方便說的 始終對著公開就不方便說了 所以 不出樣子一直都是我們的特色 我們覺得 做了那麼多年都應該回顧一下 我們其實大起了很多潮流 因為以前網台 其實門檻很高的 因為要買伺服器 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得到網台 所以就有一兩個大台 直至YouTube流行 其實YouTube流行了很久了 但是把聲音錄下去 由YouTube出街 其實相對是少的 以前通常聽香港網台的Apps 一般都是聽NPV的 到了YouTube 我們首創 是一張圖 監製我們的聲音 真的是我們首創的 因為以往 不定時 沒有出樣子 主要不是賣我們主持 我們的內容 真的是我們首創 六部曲也是我們說完之後 幾乎所有外面的做網台 每個都是跟著我們的說法 很接近 聽到甚麼 很接近 我們其實也可能 為這個網台帶來一個 這個 改變了很多 多了很多匿名的網台出現 我們也認為我們也有點貢獻 對於 對於整個廣播事業 現在我們其實做了那麼多年 一直以來 也都 參與了一場 可能真的有今生無來世的一場 香港的一個革命 不過 最終革命 現在 冷卻下來 這個大家可能的心情 也不太好 這個我們也知道 因為 就算你相對比外國來說 今天新精頭 本來不應該說這些 但是 你如果真的是一場革命 要成功推翻政府 其實真的要付出很多的鮮血 人命 不是說喊兩句口號 排隊成黃店 買一下報紙 買一下 排隊去光顧 買爆教協 這些 其實是不可能會成功的 完全不可能會成功的 你看到每一個地方的革命要成功 都是流出大量的鮮血 即使緬甸 在進行大屠殺 其實 距離成功也還差很遠 你看到烏克蘭 成功了 但是烏克蘭原來面對一個強權 是隨時有機會被人侵略的 而且 好像哈薩克 有一點點可能醒覺 又會被人鎮壓下來 是要長時間被人鎮壓 長時間被人流血 所以 香港 當然也有流血 而且也有很多 我們的朋友 犧牲了 有很多人在坐牢 我們真的要 檢討一下我們過往的情況 因為現在 環球的形勢 對我們仍然 不是很樂觀 仍然不是很理想 坦白說 因為中共 真的滲透到全世界很多地方 你要去到美國 去到英國 我們聽完巴巴說 我們自己親身感受 你才會知道中共那種滲透 是如何的強大 所以 真正正 我們是 要檢討我們以往的 有甚麼做得不好 每年都要檢討一下 要重整我們那個 有甚麼政策 我們有甚麼方向 遲些我們也會慢慢 研究一下 這一節 真的是主要想拜年 希望 全世界的網友 因為我們的網友遍佈世界 到處都有 中東也有 南美洲也有 非洲也有少一點 南非我看到有網友 其他地方我不敢說了 如果有非洲的網友 麻煩你進來留言吧 因為我們相對很少的非洲 歐洲就不少了 歐洲很多國家都有 南美洲 我知道委內瑞拉 巴拿馬 我們有網友打過招呼 其他就不知了 中東也有 中東應該都是杜拜 阿聯酋 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 我想應該沒有什麼網友在那裏 不要緊 有的 打個招呼 跟我們 發個WhatsApp給我們 我們有 公司的WhatsApp 大家可以發個WhatsApp給我們 Email 其實 因為我們開了很多Email 我們自己也不記得誰打誰 所以 最好 聯絡我們的 要是在YouTube上留言 Facebook也可以 Facebook也可以找到我們 又或是 WhatsApp我們去我們的公司 WhatsApp 或是我們私人的WhatsApp 我們 今天希望跟全世界的網友拜個年 大連催一生精靜 祝大家 龍馬精神 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春日平安 全球疫症 希望 盡快過去吧 我知道歐美就快過去了 在香港 在中國 也有時間沒有過去 在澳門也有時間沒有過去 真的 要祝福 香港的朋友 澳門的朋友 因為澳門也有很多人 聽我們 也不少 我們原來 澳門和澳洲的比例也很接近 多謝大家 一直以來的長期支持 祝大家身體健康 這是最重要的 拜拜 拜拜 我們在圓寸的地方 與你